我现在是在首都国际机场的专机屏 现在是上午的11点 卢森堡大公亨利已经乘坐飞机抵达了北京 那么在未来的几天当中呢 他将会出席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以及相关的活动 大公亨利是第一位抵达北京出席冬奥会开幕式的外国元首 这也是他第七次到访中国 今年是中卢两国建交50周年 今天也是我们中国的除夕 大公亨利今天的到访呢 既是老朋友赴冬奥之约 也是中卢两国领导人之间的一场青春之约 大公亨利有着很深的奥运情节 2008年他就出席过北京夏季奥运会的开幕式 作为国际奥委会委员 他本人呢还是一位资深的体育迷 特别喜欢各类竞技类的体育 尤其是酷爱摩托车运动 根据之前发布的信息 这次有32位国际政要出席本次冬奥会开幕式 我们可以想见啊 在未来的几天当中 我现在所处的这块区域 将会变成一个气氛特别热烈的迎客厅